今天我們是兩週年之後的流動民主課室重開 未來的一年我們有一些計劃就會就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立法會的選舉的情況出現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關於新立法會議題的一個系列 今天我們會從兩個很重要的方向性的討論開始 未來的系列都會圍繞一個中心主題 希望長遠一點、宏觀一點討論 我們的主題就是關於香港的前途討論 我們就算找的議題都會是 譬如我們可能會講一些很具體的事例 宏舟也好、三跑也好等等 但我們都希望連繫到怎樣想香港未來前途發展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請的講者都希望他們可以從一些比較根本的 他們在思考的對香港遠景的思考作為一個討論的中心 今天我們作為一個重開立民的一個論壇 我們叫金鐘的一個公民共學論壇 就是以一個新形式出現的我們就是叫示威形式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我們在後面那裏寫下 示威正在進入 因為立法會有一個新的規例 就是這裏它是示威區 所以只可以進行示威 我們示威其實有很多種形式 就是一種討論一些社會上面被忽略的議題 都是一種示威來的 我們覺得是要帶回公共的地方討論 所以我們用這種新的形式來開辦這個論壇 今天我們作為第一波 我們會集中一個主要方向性的討論 就是最近有兩種關於香港前途的願景的思考 一種叫民族自決 一種叫民主自決 那我很多人都會知道的 那我們就請到相關的朋友 就這兩種的方向比較有長期思考的朋友 就來參與這次討論 也都請到一個很早期也都思考這個問題的 不可以幫我們做一個評論 那我介紹一下幾位的講者 今天最左手邊就是郭寶賢 那郭寶賢醫生是中立醫院的 郭寶賢醫生也是九龍城區議員 那郭寶賢呢 我猜想會比較接近或者是思考民族自決 這個方面上面的一個題目 那麽接著郭寶賢醫生是郭寶賢 那郭寶賢是立法會議員 我們剛剛新選的 那麽另外她也是香港眾志的主席 那麽接著有另外她也是香港眾志的主席 那麽接著是郭寶賢醫生 那麽再第一次就是郭寶賢醫生 那個郭寶賢醫生也是中國憎一謊的 那麽再第一次也都是香港文族論 那麽再第一次就是香港文族論 他就由於我們的特首的圖模 那麽再第一次也都引起了一種很大的爭論 然後我左邊這位就是鍾耀華先生 鍾耀華現在的身份是開了一個生活書寫 在元朗的大橋街市 小小的但很有特色的 有興趣可以歡迎拜訪一下他 同時他也是香港三年最近出的一本 討論香港未來或者總結過去三年的一本書 也有一些前瞻性的討論 四位講者以外我不需要多介紹 就是我們前立法會議員也是大律師 我是流動民主獲得的許寶強是今天的主持 我們以後希望流動民主角色有不同的朋友可以輪流做主持 流程會是怎樣做呢 我們會請在座的四位嘉賓 首先用大概15分鐘發言 講一講他們對這兩種不同的主題 當然就他自己信任的方向就是解釋一下他為什麼會想這個方向 比如民族自決或者民主自決 希望圍繞的討論也都是小小根本性的討論 比如他講的民族自決或者民族自決是什麼意思 可能稍微解釋一下 無論從他的內容 以至他想達至這一種民主自決民族自決的一個策略 或者方向 第二種希望可以討論就是為什麼在我們今時今日香港需要提出這兩種方向性的討論 想解決什麼問題 對香港的未來有什麼好處 至於想像中的香港未來的遠景和這兩種民族自決或者民族自決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希望可以回到一個很根本性的問題上面去想 究竟提出這兩個傳統方向是要解決什麼根本性的問題 到最後就希望有一點對話 就是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決兩種是不同的路線 或者是一個其實可以雙融合的 可以互相作為一個補充的一個路線 或者甚至是一個夥伴 又或是一個敵人 那這裡希望兩種不同路線的朋友可以稍微進行一個對話 那這個是今天開出來的三組問題 那接著請吳偉儀可能就在港姐的 就回她在歷史很早期 曾經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經歷可以作為一個會議 那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建議就由兩位可能是最Vocal 是最清晰提出這兩種路線的 譬如民族自決 可能我請梁繼平和民族自決冠聰 因為她是打到名號是說這兩樣東西 首先發言 然後我們請兩位譬如康寶賢和忠耀華 作為一個補充 好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 要是梁繼平先 好嗎 Testing 那大家好 我叫梁繼平 那很多謝許教授邀請我 也都很開心可以參與討論 那我就簡單背景就是在香港大學生會學院 又寫做編輯和出版過《香港民族論》 都很投入本土宣傳的討論 和和其他各界朋友的交流 所以很開心可以在這裏分享 那自不宜遲說我今天的主題 我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說2047要自決公投 或者民族公投 那好啦我們設想 明天我們就要進行這個公投 這樣民族派 即台語唱有個香港民族的派 它有沒有可能 增加一個法律條件 就是如果你不認同這香港民族 或者你不信奉ABCDE價值 你就不准投票 是不可能的 反過來 民主自決派 有沒有可能 你投票 可不可以一定是要投支持民主的人士 不可以投建制派的 不然你就不可以投票 而這個額外潛艦的法律要求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簡單來說 如果明天要進行公投 無論什麼派系 很簡單 對於投票者的要求 就是香港居民 或者香港公民 有投票權就可以投票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討論的焦點 就不是一個formal requirement 就是法律上我們規定 哪些人可以投票 哪些人我們要排斥 不是 但其實我們在推動的 是一套什麼的意識 我們在分析 香港的情況底下 我們看到的 它在什麼政治版圖底下 我們身處的是什麼環境 所以我們要推動香港人這個論述 究竟實質的合意是什麼 所以法律上 我想很難有民族派 要排斥 就是住夠20年 就不可以投票 我覺得這些是很 其次的東西 是不可能的 所以簡單來說 去到究竟我們 我們想討論香港人的內涵 是什麼呢 我今天的分享分三部分 可能有一點 我會儘量精簡 可能如果主持人覺得我太隱藏了 可以斬斷我 首先我想說一說 中國民族主義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在香港的討論裡面 就會將香港的本土派 直接聯繫到西方的一些 油役勢力 包括歐洲 或者是美國 將本土派覺得 可能是有法西斯傾向 或者是排外 還有很容易會有一個連結 就是香港的本土運動 是全球極右極體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個表證 所以西方的解釋 可以直接套用來香港 而我覺得這個 我不認同這個意見 就是基於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了解 那簡單來說 我們試試想想 我們在中史上學過的中國 究竟它在朝代的討論之間 是怎樣去到今天的現代中國 有歷史我者曾經說出 中國現在轉變 就是在晚清之後 開始見過 他們經歷了很大的轉變 第一種的轉變 就是從天下到盲國 就是我們知道 瑜伽或者中國文化裡面 有一個很強烈的天下觀 就是我們是文化的源頭 和最神聖的中心 我們控制了這塊中原 那麼我們文化的影響力 政治的影響力 是會輻射去 我們這片土地之外的一些 蠻而之地 可能是包括日本、韓國 或者當時的安南 就是現在的越南等等 所以有那種很強烈的天下觀 是透過盲明 去教化周邊的地區 而它中心就維持一個 相對強勢的中央政權 包括你知道秦朝之後 統一了杜亮騰 統一了文治 統一了相對的倫理等等的時候 其實中央的權力是很穩固和明確 而它周邊是不斷流動的 這是我們讀中史裡面理解到 邊疆是會不斷延伸 或者是透過朝貢 透過征服 去到有延伸噴平 或者是擴大 但至少在文人的眼中裡面 他們想像的文化中國 是無面糞解 和天下中心 但是我們知道 在晚清的時候 西方的列強入圈中國 中國知道自己 不是再禁歐洲霸轉 其實追溯到宋朝的時候 已經有外國轉 或者是蠻夷轉 就是已經看到中國 開始慢慢意識到 其實只是世界各國其中一軟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要留意的中國的轉變 第二個轉變就是 它是將四裔 就是四族 納入了中華 簡單來說就是 滿族 回族 藏族 和回族 這四族其實在中國民國建立的時候 有一個辯論就是 我們怎樣處理 萬清底下的版圖擴張 將西藏 將滿族 回族這些版圖 納入了 變成一個大清帝國的時候 我們怎樣把它轉化成一個 中華民國呢 其實我們的 國父孫中山 提倡是 一開始是要驅除塔路的 他是覺得 漢人是要建立我們漢族 中心的政權 所以一開始他是用排外的手段 想消滅或者排除這些外族 但是知道日後見過的時候 他知道他不能承受這個分裂國家的罪名 所以他是 在一眾的知識分子影響下 他是用了五族共和 我們來講的 就是中華民族是什麼 中華民族是一體的 是漢門匯狀 大家是多元一體的間局 所以這兩個 由天下變成一個中心 一個國家 由一個大清帝國的版圖 吸納了不同族裔 變成一個中華民族 其實是很深遠影響著 現在的中國民族主義 我讀兩句歷史的 歷史學家的一些著作給你看 譬如 傅思蓮在1935年寫 他說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他說 中國自恩州近代 就是嚴格的政治體系 春秋治國大一統思想 就深陣了我們的民心 所以就造就了 巡巷的統一 之後他就這樣說 我們中華民族 說一種話 寫一種字 擁有同一種文化 行憑一種倫理 嚴言像一個國族族 文國的學者 林啟超 他說中國本來就是十八省的 但是我們都要吸納外族 包括我剛剛講的 滿蒙梅狀 所以中國大天然 就是一個一統 一種的國家 一種的人族 一種的語言 一種的文學 一種的教育 所以這就是 中國民族主義 一種大一統的精神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 他在一個 晚清帝國 或者很長久的文化帝國 他轉變 要被迫 接受一個民族國家的框架裡面 他就要這樣去 很奇怪地處理 這些種族的問題 所以現在 引生的很多 譬如說 藏獨 疆獨 蒙古都獨立 內蒙管理 其實這些問題 是跟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歷史發展 很有關係的 而套下去 暖實一些情況去看 你可能覺得 這種意識形態很抽象 或者不實際影響政治 我舉三個例子 講明為什麼這種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 其實很影響政治 話說我暑假去了新加坡兩個月 我住在那裏做一些研究 我有一天在新加坡 如果你是去過很多街邊飯堂 很多相對老一輩的華人 在那裏做 有個華人就走過來跟我說 你們看 你們中國終於要搶蛋了 你看 習近平跟李克強那麼慘 我跟你說 新加坡的政府沒用的 等等等等 然後 我一邊聽 我當然要笑 我當時會心想 為什麼他從來 他不是在中國出身 他在新加坡成長 他族裔上 他是一個華人 但是他公民身份上 是一個新加坡的國民 但是他在他的生活和政治的想像裏 其實他不是遞屬新加坡的政府 他想像的是一個遙遠的 強大的中國 而且他會為中國的國體很自豪 而且會支持任何中國在對外的政策 包括對新加坡的政策 而反過來他會批評自己 內部的政府為什麼這麼快 為什麼不像中國這樣 為什麼不讓他統一等等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 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 可以很看到 究竟 中國民族主義 如何影響 他權力的複射 如果你解釋 新加坡75%的華人 裡面 有一大部分 都是有這樣的思想的華人 的話 新加坡的國策 沒有可能會對中國 對著國的 因為他受著 國民的身份認同 很大的限制 這是第一個論點 第二個論點 就是 身份認同其實會影響政治的趨向 就是我們可以想回香港70、80年代的回歸爭議裡面 曾經有些報導去掃說民主回歸 覺得香港透過民主回歸可以回復回中國 跟著是可以帶動有良性的互動 促進大家民主這個理念 歷史證明它是有一定的錯誤 當然我不是要批評它 因為當時中國的確是走向文明發展的方向 之後被壓殺了 這方面我覺得是很難地救贈當時的知識分子 但是我記得 羅永鮮先生 他當時是中大學生會會長 他都承認 其實當他回想回的時候 他其實有 這個民主回歸論是有 同一陣線的合議在裡面的 就是利用學生當時很單純的外國情緒 和回歸祖國 恢復主權這種情緒 去達致收編到香港的一群知識分子 而其實我們看回一些解密文件 你開始知道當時香港人其實對回歸不是禁滅滅 可能有七成的人是選擇維持現狀 或者保留和英國的關係 而不是回歸中國 而為何推動他回歸中國呢 當然是中國的外交受平 這個無可否認 但是內部人民的意願透過知識分子 就是表達 造就了一種香港人民想回歸祖國這種民族主義的論述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兩種身份和政治是分不開的 第三個例子就是 中國共產黨 如果你知道它的內幕架構 它黨中央底下有個叫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 它在1921年 即共產黨成立起初 其實已經存在了 而它現在發展到 是接近超過一百萬的官僚體系 所以你要知道 它負責什麼呢 它負責就是意識形態 教育 思想控制 以及可能對外的宣傳 所以其實你要意識到 搞意識形態 不是很虛無的東西 不是香港只有兩個 好像梁繼平這樣說 其實你要知道一個國家 其實是用一百萬的官僚體系 去做這種意識形態的宣傳 舉個實例就是 你在中華書局 商務書局買到的書 其實裡面背後的史觀 譬如說香港在異戰的角色裡面 它會從中國的那種 共產黨的游擊隊 怎樣幫香港的打仗 香港怎樣跟中國不不可分 其實那種史觀很明顯 是有中華意識的裡面 而未必是反映事實的全部 所以其實千萬不要覺得 意識形態不重要 我很深信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可以執政這麼久 不是純粹經濟的原因 而是它繼承了我們中國 一些民族思想和歷史的資源 它具為幾有 展化成為它維護政權 合法性的一個途徑 所以你看到 1989年之後 1964之後 其實外國教育在中國 是成為一個思想 意識形態填補的真空 就是過往民主自由被打壓 所以我們就要求它們經濟發展 以及用外國主義去控制它的人民 所以簡而言之 中國民族主義是我們在香港做政治 必須要理解的背景 簡而言之 就是香港民族主義某程度 我當年和一些同學去講這個論述 我們知道其實聽上去好像很不合理 香港不夠堅實的基礎 包括文化、歷史 其實可能條件相對拔弱 但是我們最初的初衷 其實某程度 是挑戰這個 中國民族主義的 我稱之為一種霸權 那這個和西方很不同的 就是西方 其實它帝國的歷史 是相對 比中國是一定短的 其實某程度 它是經歷過很多的分裂 因為宗教自爭 民族主義互相打來打去 那你看歐洲大陸的板台 分裂的情況 是比中國一定代議 而中國是保持了三千年的 統一歷史 所以你 我某程度認為 東亞這個政治 其實是還未解除了 中國那種帝國的意識形態 就是它的文化是輻射 身份政治是輻射 而政治影響力都是輻射 那所以這個 我覺得香港民族主義某程度 有一種工具性的價值 就是去挑戰這個中國民族主義 那我先去講 第二個部分 那我想講 其實我自己覺得 民族和民主這兩個概念 不是那麽 那麽 那麽敵對的 而在歷史上你看到 其實民族主義運動 和民主運動 其實是物不可分的 包括法國大革命裡面 它既有批判支援階級 有批判王朝階級 其實它想建立一個民主的時候 它用的一個 Retorate 其實都是一種 我們法國人 民族主義的精神 我們的價值自由自身 其實一開始歷史的淵源 是有一定的connection 而我們也可以想實質的問題 我講了很多議稱 但是講實質的問題 就是 在民主的投票過程 或者民主的實踐過程裡面 必須架設一個 預先存在 而相對穩定的共同體 很像有人擺一個例子 2014年 克里米亞 有一個獨立公投 在烏克蘭裡面 分裂了出去 加入了俄羅斯聯邦 裡面的公投 其實就是 有人質疑合法性 我講一些數據給大家聽 當時 克里米亞裡面 有58%的人 是俄羅斯人 有24%是烏克蘭人 有12%是塔坦人 他們有很強的身體實體 所以公投的結果 一面到80% 加入俄羅斯聯邦 的確發生了 在俄羅斯的武力鎮壓下 成功了 我的意思是 公投的時候 不可以忽略中間 其實 身份認同的政治 是很影響的結果 而我知道 之前有一篇 關於新移民投票取向的文章 是很controversial 我自己就未必完全認同他的立論 但是 基於我剛剛的這麼民大的背景 就是中國 在一個13億人的國家 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體系 他對周邊的地區有控制的慾望 而 究竟在這個背景下 我們覺得 一個由他基於中國人的身份去投票 以及基於香港人的身份去投票的時候 會不會有不同的考量呢 包括他會不會用中國人的身份出發 他會覺得民族統一和地區完整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他未必會覺得香港的自治是更重要的 我猜想 我覺得這個值得辯論的 而會不會香港人的身份 會令人更加有一個趨向 是守護香港的自治地位呢 起碼保持現狀呢 這個猜想 當然可以透過實質的數據去支持 而我也不是全都認同 新移民那篇論文的論點 但我意思是 你不可以投票的時候 你不可以投票的時候 你不可以投票背後的身份認同 其實對那個結果 或者那個dynamic有影響 簡單來說 我覺得香港人必須要建立一個 明確 還有有主體性的一個身份認同 很多時候 中國的學者會質疑我們 你們香港人 其實沒有什麼文學 沒有什麼歷史 你說你是不是香港人 沒有人可以到我 100%是這個香港人 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會挑戰 我們香港人的概念 是很不穩固 很鬆散 而你想像 如果日後要搞一個獨立公投的時候 中國同樣可以同一個論述 就是其實你香港人 是這個身份不存在 香港的概念是很鬆散 沒有文學 沒有歷史 我覺得會變成一個 自我實現的語言 就是我們香港人覺得自己 身份不是很重要 很靈散 很破碎 很碎片化 很多元等等 多元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要在意 究竟我們有沒有審視我們現在 文學發展 歷史的發展 包括電影的發展 或者是我們政治論述的發展 究竟有沒有將香港人的身份 提升到一個確實不可質疑 和明確存在 他的意願是要被尊重的這個地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根本的 我的關心 有主體性 和有明確 內涵的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我們是要去捍衛 不是任由人去攻擊 包括中方一定會攻擊我們香港人 沒有邊界 其實很多元等等等等 再講一個實質 例子民族和民主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其實很多研究 也講到 社會的信任很大的程度 來自制度的信任 就是如果你制度上有漏蕩蕩 政府是給人民的感覺 是一個不公平 去偏幫某一個族群的時候 那社會會自然是比較出向去分化 或者對某一個被偏幫的族群覺得不信任 所以這個有學者論證就是 institutional trust 是會 tend to bridge social trust when you don't have institutional trust Social trust 是很難有的基礎 我比較關心的是 究竟我們單程正的政策 究竟現在的審批權 還在深圳當局 香港是沒有辦法掌握 究竟實質內的人口的內容 或者它的意圖等等 可能很大程度是家庭融合的 家庭融入 團聚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其實是 有其他意圖的疑問呢 這個很難講 因為審批權不在我們 所以本土派其中一個很大的rhetoric 就是覺得 新移民是不可信的 而我不相信這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導致本土派 一種種族主義的發展 我覺得你修補這個制度上的漏洞 是很重要的 而且在這個制度漏洞修補了之後 你是很大的權力 包括在做的位置 可以很大的權力跟本土派說 其實你不應該再用其次的語言 包括其實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製造多些梁天祺 梁天祺本身都是新移民 但是他很本土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想方法 怎麼融入他 究竟我們融入的策略是 要他們學廣東話 要他們 理解基本法的一定 對我們公民的自由保障的價值等等 理解我們政治制度 這些其實辯論 我覺得暫時在香港都還未出現 我正在辯論新移民本質上是惡 所以我覺得解決問題在制度上 有沒有幫法補充 還有日後我們討論新移民的政策 就可以更加有內涵 講究竟我們想新移民 融入我們到什麼程度 學習到我們什麼程度 他有幾大程度保留到自己的文化等等 這些實質的assimulation的討論 其實暫時是很空缺的 暫時還是那種異性態的辯論 所以這是我第二個覺得 可以實質影響我們民主政治的概念 最後我講一個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歷史的概念 其實都有它的階段性 我覺得民族主義並不是一個永遠的真理 它的意思就是 不是它永遠都需要這個香港民族主義的東西 我覺得香港民族主義 有它在這個特定時空 挑戰中國政權的這個意識形態的作用 而我相信它不可以解決到我們所有的問題 包括我們內部分配的問題 我們民主自治的問題 我們可能是一些資源分配的問題 土地發展的問題 這些其實民族主義沒有辦法解答 它只可以做了第一個階段 就是抵抗了那種內部的侵蝕 而培養了內部一個很強的自主義元 日後它可能的重要性是會減低 這個我絕對承認 它可能某一個會被提醒 但是用台灣的例子去看就是 台灣最大的矛盾是 對於一個本省人和內省人 即是國民黨去到 涉具了政權 不是就是涉具了 它過共內戰輸了 去台灣的時候 繼承了中華民國 在那裡建立政權 對它本省人很大的壓迫 所以其實台灣民族主義在那個時候發展 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就是打破那種中國民族主義和國民黨的壓迫 而你看到台灣現在一個發展的論述的趨勢 是開始怎樣解決內部的多元問題 包括它的綜合問題 包括它的統地分配問題 所以我的意思是 民族主義有它的階段性 這個時空 特定的時空它有一個作用 你完全去否定它 不一定會有更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策略性去看每個思維 每一個意識形態 它有特定時空的作用 那可能我們會比較容易理解對方 包括可能本老闆左翼之間的一些矛盾 其實未必是很大的 我知道我超時了很久 那我趕了這麼多提問 或者討論的時間 我可以再解答大家 多謝多謝 好 多謝梁繼平 那麼 時間關係我們馬上跳 羅冠聰看看你 講講你民主自決的理解 是 大家好 我是羅冠聰 那由於我過去幾年 都一直在 你好說社會運動 在政治裡面的船禍當中 所以我比較會用一個 船禍裡面的人去看這件事 那就是很難 是給很多很學理性的分析大家 那麼 我覺得 很多 很多我們的討論 都是源自於雨傘運動的結束 那麼在雨傘運動之前 就是雨傘之前 我們 其實政治速度很簡單 是很 很消費整邪兩立都有概念 包括 就是你支持民主 你撐普選的就是正義的 你 很多政治的操作都是建基於 這個很 很鮮明的對立 產生 所以這種對立的政治 其實在散運之前 一直是延續到散運 中間 但是就開始 有些 質變了 那質變當然是 是源自於過去這麼久的這種操作 其實都是解決不了大家面對的問題 所以滋生了很多分歧出現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這種操作 其實沒有很仔細地探討當中 不同權力關係當中內部的一些問題 還有 是適應不到新的政治形態 所以去到 雨傘結束了之後 就分 就是大家 可能會用個 容易就是分裂 但是 也都無可可應是 滋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意識形態 有一種對立的政治 其實有某程度上是延續了下來 但是可能去到兩年的現在 大家都轉個頭看好像 也不太行得通 都好像引起了太多不必要的紛爭 和不必要的標籤 那我覺得 民主自決其實就是在 雨傘結束之後的產物來 那因為 就是過去很多年的民主運動 去到雨傘之後 有人會說是民主回歸的 有人會說是終點也好 民主回歸的正義無效也好 那其實剛才 阿繼平都說了 就是民主回歸一段 那種中國經濟富強園之後 他的政策會開放 還有協助到 中國和香港兩地之間 促進他們民主的 那種假設 就是破滅了 那 我們過去所有的假設 都已經開始受到動搖 包括我們不主動去質疑一國兩制 包括我們不主動去挑戰 香港人的身份 就是在一個運動完結之後 有一個很象徵式的意義 就是其實某些家屬被打破了 那所以你會看回 可能雨傘運動 那時候 學聯馬的聲明都是說 我們在尊重一國兩制的基礎之下 我們是去做馬地的事情 那其實是有這個歷史意在 那但是完了之後 我們都開始想了 到底過去那種 包括大家會說是玩假的那種抗爭 就是還會覺得自己是 有跟他有商討協調空間 有傾有債 或者是那種不去挑戰一國兩制的 那種主權論述的想法 到底是不是正確了 那很多的思考都是在雨傘之後延伸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民主自決這個理念呢 就是因為我們很相信 如果我們香港 香港一方面的普選運動 我們是要突破它 其實我們不能夠不去質疑現在的兩制 質疑現在的基本法 包括它的合法性 和嘗試建立一個香港人的主體性和身份 那這個是我覺得 有很多地方都是跟繼平說的 是不謀而合的 那而 也都會開始質疑就是說 這些主權狀態 是不是必然 是要繼續下去 那種一國兩制 是不是永恆 是 真的沒有辦法受質疑呢 那 就在這個 這樣的時空之下 開箭了一個討論 那 就是 很多人 今天這個題目 雖然說是民主和民族 但是都說所謂本土政治和香港的未來 就是說如果你說本土政治呢 就是陳雲都說過 本土政治就是維護本地人的權益 維護本地人的尊嚴 那但是 為什麼會有本土政治發生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定義發生 可能會有人認為 以往那種政治不是代表著本土政治 然後才會有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那為什麼一部分人或者很多人都會覺得 以往的政治不是維護著本地人的利益 不是維護著本地人的尊嚴呢 那我想 其實 在這個層點上面 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就是 如果 比較多是參與社會 或者可能提倡民主治序的朋友呢 其實我們覺得那個本地人 不是說外地人和本地人那種茅吻的東西 那個本地人是 它沒有落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的行為上面 它就是集中於 可能 比較上層的政治 所以 所以那個本地人不是 反指是族群的分別 而是反指就是 以往可能比較玩得多是 上層的政治 精英的政治 沒有 沒有參與 沒有令到大眾參與 沒有令到大眾有一種 主體性 或者是那種自覺 去參與身邊的政治 而是 就是 做完遇散之後 大家都開始覺得 大家都會覺得 上層的政治 可能比較玩假的政治 不是全面抗爭的政治 是需要被檢視 所以就會有一種 就是民主治序的概念出到來 而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都會發展兩套新的運動 去輔助大家 去嘗試 就是思考現在 一國兩制是翻假 還有香港本身 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去建立 所以就會有自決這個概念 產生出來 就是希望香港人 未來都能夠 就是 拿回他以往 是被剝奪的一個權利 就是自決的權利 去協助大家 更加有效地 思考自己的抗爭 還有 就是令到自己更加 投入 以自己 作為香港公民也好 或者其中一部分 香港人也好 以自己的身份 去投入我們的抗爭 所以 我想很多的討論 都是 在雨傘之後 大家會意識到 有某些過去的那種政治的氛圍 或者那種政治操作的意識 是出現到問題 所以我們才是 尋找一個新的方向 用新的一套論述 去希望大家能夠發展到 譬如香港人的絕體性 香港人的身份影響 以及會更加積極地去投入 我們所說的玩真的抗爭運動 我想在這個層面上面 其實面對著我們現在 可能推動到運動去到一個點 就是可能會有人 是入了議會 或者是 現在大家都對於 實質的政治路線上的討論 都開始 踏躍和積極起來 我想我們未來都 應該是 要將一些更加實質的政治議題 放回到整個概念上的討論 包括譬如說 我覺得今次 主要是他自己的選舉工程 是做得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能夠令到大家 以關心自己的社區 以自己動員自己的角度出發 去玩這個遊戲 那就是 我想 這件事 其實對於我來講 我自己本身的選舉團隊 都沒有他做到這麼厲害 或者他能夠融合到他自己的社區 和比較個體化的運動當中 希望大家投入他一場選戰 而這個正正就是 我想講的就是 他能夠是 鼓動到大家 是自發地去 組織和參與 而不是 只是聽著 可能說 選舉團隊中央 叫你怎麼做 他就去做 那這個正正就是 所謂民主自決那種意識 怎樣將民主自決 本身可能是講一套程序的 但其實是 內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 再套用回到其他的 政治議程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散口政治 開始有一點點變化 有一點點側面 的一個很大的空間 而正正就不是 只有台上幾個人 去意識過你的問題 而是 包括台下很多人 或者參與雨傘的人 很多人都意識過你的問題 才有這麼強大的轉變 而你也看到社會上 就是潛藏著這種能量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提出到新的論述 就是希望 是將這些東西 集合成為一種 大家都可以有共同基礎 和有共同起點的一個想像 從而是 希望捲入到更加多的人 去一起去做 所以這個論述 就是由 可能我們幾個人提出都好 希望其實就是 未來越來越多人 都是一起去參與 這場運動當中 而這場運動當中 其實都 不只是說普選運動 因為可能 以往大家會覺得普選運動 是 人們會覺得 比較上層的政治 或者比較集中 你進去 進去的會議室 跟人們面談 就是幾個人 聊完之後出來 就向大家交代 那這也是 有一個變化在這裏 就是 我們也不再是 很提倡那種 所謂代議的心態 而是希望 在這次 民主治愈當中 去跟大家說 這件事 是大家一起 在投入這場運動當中 並且是 是會希望在散後之後 大家能夠 將身散勻當時 那種自發的力量 是放進去 日常生活 和議題當中 所以這也是 有一些少爭脫了 那種 所謂民主回歸論 那種 那種 維普選主義的 那種形態去做 那 Sorry 不好意思 因為我講的是 比較散亂 我想最後 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 現在我們說 民主治愈 當然是 叫做一個比較粗疏 大家都覺得 或者學露 intervene 不是很嚴謹 香港到底 香港人到底有沒有自決權 或者是 我們的運動 可以在 以色情態當中 展開 那 其實我們也開始做相關的一些 研究搜查 包括香港 在那個時候 聯合國被 聽出證明地名單 有沒有經過一個正常的程序 他當中 有沒有一些位置 我們可以挑剔 在社會上 有沒有經過一個共識 從而他帶出 其實 於香港 我們面對著過去的這麼多的運動 我們是否真的能夠開始思考自己日常生活當中 不同層面上 就是我們說著由職民地時期帶到下來的一些議程態上面 能不能夠爭脫到呢 我想整個圖像就大概是這樣 有什麼就很希望在Q&A再跟大家分享 很多謝劉仲昌的分享 下面我們加給鄺保賢醫生 你講講有一點卡拉 不同位置上的一個分享 大家好 其實大家今天來到 可能大家都會對於2047有一個想像 對於香港本土政治有些理解 其實在講民族自決和民主自決之前 可能我們會講回 為什麼會有本土的出現 其實本土是因為我們突然之間 新移民這個問題其實不是97年之後才有新移民的 97年之前其實一直 你小時候讀書 你都會有些同學仔是在中國來的 那到底那時候的新移民和現在的新移民 其實是有什麼不同呢 那除了數量上 以前每一天來的數量不是那麼多 另一樣東西其實是 當中那當然香港和中國的一個文化輸出輸入的差距 或者是他們來之前 有沒有去預備好自己 我是真的要去香港展開一個新生活 你會見到你以前的 可能我中學的時候 或者我小學的時候 那些同學仔如果他是中國來的話 他們是在一段長的時間 在中國那裡 是會有一個anticipation 我要來香港了 我要學一些廣東話 或者其實他本身有個近親在香港 可能他爸爸在香港 那他們對於香港那個預備 那個準備的心態 和現在你150個的時候 那個預備和那個心態 是不是會不同的呢 那你現在每一天有150個 那一年下來 那其實那個數目是很多的 他們有很多時候 他們不是不想融入 或者是就算他們融入 當中一定會遇到困難 那人是一定會寫難取義的 那他們如果他們這麼大班人的時候 那其實他們同時 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我們都真的沒有這樣的需要 好像以前80年代來的 香港新移民的時候 那一種心態去融入這個社會 因為本身 它就是這個社會的新常態 那這個心態 是令到可能我們 現在在說一些矛盾的出現 我們在想為什麼 我們會有廣中矛盾 廣中矛盾 是其實 是其中一個 令到我們現在生活上 覺得壓迫的 其實是一個factor 我們會見到你 peak hour去金鐘搭地鐵 去太子轉車 你會覺得很逼 你要等幾班車才能上去 我們的生活空間窄了 我們放假的時候 旺角銅鑼灣好像不再屬於我們 我們可能要去到離島 但是離島又會很逼 那到底香港人 是應該如何自處 是不是我只是每一天 上網網購 就是我們的空閒時間 或者是我們屬於我們的空間呢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 這麼狹窄的生活空間 除了港中矛盾 那如果沒有了中國因素 是不是在香港就沒有土地問題 就沒有了年輕人上流問題 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呢 其實不是的 這些問題其實一直都傳載 我們會見到 紐約也會有 東京也會有 東京紐約的樓都很貴 那些年輕人也都會面對著 一個可能上流 因為始終你的社會發展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的空間你的位置 很多都落了位的時候 你要去再打破一些固有位置的時候 你都會難了 那但是為什麼中國因素 會是其中一個大家 那麼天然大波也好 或者激起那麼多衝突 或者是大家那麼多矛盾 其實是因為一個政府的取態 和我們說的一個制度 我們會見到制度不同了 以前你可能說是 就是努力讀書 也就像.... 你...公屋是可以造成狀元 但是你現在可以看到直支的中學 或者你由你條起跑線 一路推..推...推...推... 或者到一個我們會覺得 要靠他爸爸才會在起跑嗎 那麼 我們這些 我們的制度是傾斜了 適人比適智 的這些制度 再加上我們的政府 在一些政策上,其實他沒有由香港人去想 我們會見到我們的政策,他會說 我們香港的機遇處處 但那些機遇其實不是留給香港人的 那些機遇不是留給香港的下一代的 那些機遇是留給可能優才好 在大陸下來在一個學店拿了一個學位 然後不需要任何一些很高薪金的職業請了他 他做夠七年,住夠七年,他就可以成為一個香港人 這些對比起我們說的單程政計劃 其實這裡都為數不少 那我們說香港的年輕人怎樣 我們會見到我們政府就說 你回大陸,你回去吧 大陸都機遇處處的 但是我們會不會說香港 之所以香港其實不只是香港這個地方 香港的體制,還有香港人在裏面 那如果我們的政府其實他不是為香港人去想一些政策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去設計他的政策的時候 那其實那個政府就是傾斜 那我們在說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 就是因為兩邊有不同的嘛 如果不是一開,那就直接 回歸就完全一樣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 是因為連中國都覺得 中國和香港不同的嘛 為什麼我們現在見到建制派或者保皇黨 他們在過了19年 就是大家這麼多民怨這麼多在裏 就是覺得一國兩制不行 不work的時候 他都說不是的 一國兩制是execution 是執行的問題 一國兩制原意是好的 但是我們見到一國兩制 本身是有一個區隔在裏 就算保皇建制 他們都覺得中國和香港是有分別的 要不然他們不用說要夾著一國兩制 那為什麼這個分別 過了19年 我們會見到越來越大 是因為我們中間的認知是 我們這一代出生的時候 是一個相對好的制度 那我們見到那個制度好 然後我們希望這個制度 可以留到下一代和再下一代 但是可能我們 我在區那裏見到的 就是街坊 他們其實都覺得是有分別的 但是他們會見到是一個這麼差的香港 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窮的香港 他們會覺得現在已經很好 那為什麼你要退回頭呢 但是因為大家其實出發點 無論是哪一方面都好 在一個地區那裏 或者在一個人裏 其實出發點不是那麼遠的 大家都是為香港好 大家都是爬 但是我們見到的東西就是 一國兩制 就算無論你民主 泛民派的人士好 保皇的人士好 你怎麼可以保證 一國兩制 是真的可以 輪到下去呢 你怎麼去建立那個信心呢 如果 是建立到那個信心的話 我相信 就是你有一個好的制度 或者大家可以相信 一國兩制 繼續運動到 不會有 大家會突然之間 就是有大部分 我們講的排除法 港獨的話 那一堆人 其實都會接受到的 那當然你說天然獨 他們本身一出生 就已經覺得 香港和中國 其實是沒有連結的 是沒有分別的 那那些 就 不是 一事實 可以令到它 即是 加入大家的陣營 但是 每個人都知道 有一個代價在這裡 你做每一樣東西 無論你自決好 獨立好 一國兩制好 你都有一個代價 就好像我們看一個病 如果其實它是一個龍瘡來的 你割了它 放了一些龍 它會很快些 那你割了它 其實你也會有風險的 那你會痛 你會有機會翻法 你不割了它 你吃藥 它都有機會很好 但是如果 我們現在面對的病 不是一顆龍瘡 我們說 我們呼吸不到 我們插不插喉 或者我們開不開喉嚨呢 那 就是會是 你付出多少代價 或者你化療 或者你背脊痛 我講背脊痛 有些人背脊痛到 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他們要想做手術 但是做手術 其實的風險就是 有機會回坦 為什麼一個人 會面對著 有機會回坦的風險 他都會選擇去做一個 背脊痛的手術 就是因為 這件事對他來說有多貼身 如果他覺得 這件事不夠貼身的話 他會說 還是先吃藥 因為我承受不起這個風險 我們在說 一國兩制 講港獨 大家都知道 無論做哪一個決定 都有一個風險在這裡 但是就是因為理性分析 告訴我們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是否真的可以 是否再這樣下去 我們的信任 還是我們純粹 自己欺騙自己 一國兩制是可以 但是其實在走一個一制呢 有很多人他們會 我 可能寫論述 或者做政治的 有少少不同 我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人 我會見到 一個移民政策 怎樣影響到醫療政策 因為每一天 我們都會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輸入了些什麼人口 下來 為什麼移民政策 可以影響到這麼深遠 就是 你不知道他對你社會 各方面有幾大壓力 你沒有一個計劃 那你沒有計劃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來到 有些是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 然後他可能有個姐姐 是剛剛會說少少廣東話的一個親人 那他就下來香港 但是他第一件事 他連身份證都沒有的時候 他就來走提急證室 就說要洗血 我給他洗血的話 那就是說有一個 排在香港洗血的香港人 他會遲了洗血 那到底在我們 限米煮限飯的情況之下 我們香港是不是真的 無限量上到一千萬人口呢 還是其實我們 我要想一下 其實我們那些人怎麼辦呢 還是都是那句 你都是不適合香港 你都是回大陸 年輕人 就是我們是不是 用一個換血的政策 為什麼大家會說到 現在我們變成成物 就是因為我們會見到 我們的生權空間 就是用了其他人去代替 然後你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不如你走 那我們 我們站在前排 我們譬如當自己坐著一輛車 我在前排看到的風景 和後排的風景很不同的 可能大家都是覺得 後排轉過來看 香港還很繁榮 我還拿著一本特區護照 幾百個國家都不用免簽證 即都免簽證 這件事我覺得 我很想珍惜 我只是有這件事就夠了 但是對於後排的乘客來說 他可能覺得 這件事就夠 但是我們會看到 你就說你 忠始一生 你都可以保持到 那2047年之後 你的下一代怎樣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 大家今天坐在這裏 其實大家都是頭排的人士 尾牌在旁邊看Formula E 那我們怎樣做到 是可以令到隔壁看Formula E的人 都想到2047的問題呢 其實是真的回到社區那裏 無論民族好民主好 都只不過在自決裏面的其中一些 即準備功夫的一個checklist來的 即大家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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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民族這件事 那民族這件事 推崇一個香港人身份 這件事 其實在marketing 或者是promotion上 是有它的作用在這裏 因為你看TVB都知道 或者看電視都知道 東公和西公 所有的二分呢 那些人是最容易受到的 你無端端加個半鐘不間 半間不鐘那些下去 大家就已經覺得很混亂的了 那我們不可以期望每一個人 都有這麼多的時間 去釐清每一個派系之間的脈絡 即是松山好 武當好 少林好 你不會知道所有的脈絡 不是每一間都有研究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掌握多些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要靠下區 下區他會見到你年輕 那你就要做一些事情 告訴他 建立一個信任 他去信任你的時候 為什麼要幫他跟地磚 除了地磚真的會扣到人之外 就是他會覺得 這個人都是信得過的 不只是來要我聽他說話 是大家有一個良性互動 那我們如果我們在講自決 自決權這件事 我們在講殖民地 民族 另一件事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暴政的壓迫 那如果我們講回2047年 這件事的時候 一個暴政 你做自決 你做自決的目標是什麼呢 你做自決其實就是想 帶你這一堆人 離開這個暴政 那你會不會給一個 他回到暴政的 option 給他選擇呢 還是你會用了你很努力 很努力去告訴他 這個option 為什麼不可以 然後你是可能 是其他的選擇呢 因為如果你想吃一件事 你都會問你想不想吃那件事 而不是問你想吃什麼 到底你的清單裡面 你的投票是怎樣呢 大家要想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如果你一個選項裡面 一國一制 一國兩制 港獨 在世上 每樣30% 那你怎麼辦呢 是不是九龍獨立 香港獨立和新界獨立呢 這些是一個很現實 如果你要去用一個自決的形式 去決定一個前途 去決定一個前途 是要想的東西 最後最後 我們會講 過去的30年 在一些政治宣傳上 無論是保皇或者泛民 或者各樣的東西 我們都用一個信念 就是恐共是很多票的來源 我們用很多宣傳 恐共如果你在保皇那邊 那邊就會說 如果你打不贏他 就加入他 找到性的 但是 泛民那邊 你就會說 你加入我們 我們是唯一的反抗 但是恐共我們之前 八幾年 八四年 八九年 那些人是用腳走 他們用腳就告訴大家 雖然說 大家之前做了一些 survey 就說 大家其實都不是這麼贊成 一國兩制 不是這麼贊成回歸 但是那時候沒有人出聲 沒有人走出來 那些人其實有走出來 他們走走了 離開了這一個國界 那但是 今天有少少轉變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大家會覺得 這裡是你自己的家 中國貿易上最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有一天 香港和中國的利益 是對立面的時候 你是會站在哪一邊 你幫到哪一邊呢 那你就可以分到其實 你自己的一個人 那而這件事 是因為我們確立了自己的身份之後 我們站起來 我們現在說的東西 是一個用香港人的身份去說的時候 這個一個是反抗意識 那個香港獨立法者 或者是推動 或者是想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我們的心態上的轉變 不是只是去逃避 不是只是去很抵制 而是我們真的站在那裏 嘗試去反抗 那這件事是中間的不同 但是未來的日子裏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怎樣可以令到 這些意識 或者香港人這個身份 或者那個自決好 獨立好 不會變成下一個建設民主中國 這些都要做很多事情 那也都不只是我一個人 或者我們這裏 可以一班人就已經做得了 我們要叫民間來看光尾 這些人一起去做 才能做得到 講著那裏 有些長了 都好像沒收到空空發言 剛剛要做幾位朋友的總言 Some´s 我都覺得蠻有意思 我先想講一講我身準備 我對這個議題看法 可能在互相對話的環節裏面可以再執著一下 我覺得今天的題目是講民族自決和民主自決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放開這些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會先放開這兩個標籤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這兩個問題其實在講的是自決 其實是同樣大家在想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社會 怎樣去對應也都令我們的社會走得更好 我想先從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去想一想 其實我們在今天這個香港的權力結構是怎樣 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很暴落時代 一些很遠古的年代裏面 其實每一個所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社群 其實可能是十幾二十幾個人我們大家互相見面 可以大家直接面對面見面 在那裏總是一些所謂的族長也好暴落的領袖也好 他就是一個權力者 他就是一個權勢者 他的意志其實是可以直接去下達到那個暴落裡面的每個人身上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夠近的 物理距離夠近 我可以見到你 譬如我見到介平 我要你去吃什麼你不吃 我要你去做什麼你不做 我可以直接去抓你 直接去懲罰你去控制你 但是隨著那個歷史的發展 科技、交通、物流等等 我們一個社群 現在我們講的社群 動載都可能上百萬的一個社群 上萬、上十萬、百萬的一個社群 那麥理那個範圍是廣闊了很多的 那一個權勢者如果他要控制 去管治一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們是 那個權勢者是沒有辦法直接見到每一個人的 也都沒有辦法隨時去監控 到底你有沒有遵從我的意願去做事 於是乎呢 其實這裡就存在了一個給不同的 我們叫無權勢者 就是一個權勢者和無權勢者的概念 因為無權勢者是一個逃逃人的空間 他可以逃開 也都躲避一個權勢者的標誌 但是這個 在這樣的狀況下 那這個就不成為一個社群 因為大家可以自己做各樣的事情 他沒有一個共同的規則去管理 那那個權勢者為了統治 一個這麽覆源廣闊 和人口眾多的一個社群的話 其實他如果要繼續管治的話 他一定要下放他的權力 那一定將某些權力分散出來 但是同時他不能夠下放這個權力 讓大家 讓那個接收權力者 是逃離他的控制 那於是在這個地方裏面 體制就出現 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譬如像官僚體制那樣 譬如假設 為了討論起見 我們想像香港的特首 一個特首他要管治這個地方 他有不同的層次 他就下放了不同的權力 給不同的部長也好 不同的一些工作人也好 一層扣一層 他每一個環節的人裏面 都有一些權力 但是呢 到最終其實都要服從從從 這個 由特首所決定下來的政治體 那個規矩 就算你不講官僚體制 我們講的市場也好 可能如果在一個全權的 理論理論 很不全權的市場來說 可能最高的權勢者 就是地產商 那旁邊有我們不同的參與者 有地產經紀 有發展商 有建築商 甚至我們不要讓市民去炒樓 其實我們在這個體制裏面呢 我們是分享到那些權力的 我們分享到那些權力 其實呢 但是同時我們很難去反抗 比如假設我們在這個社會裏面 我們如果不想 炒樓 就是不想去做從事地產的行業 我們想做其他的工作 或者舉例 在一個政府的架構裏面 我們不想服從一些 我們覺得不合乎道德 那些過不了自己良心的一些規矩呢 其實這個體制就會呈紳我們 如果在政治體制裏面 他當然就是炒了你 或者要判你 不知道犯罪 或者怎樣 如果在市場的體制裏面 他們的體制就是 你不做這些規矩的話 我們生活就會艱難很多 因為我們會收入去少 比如你不做 你想要耕田的 你很難生存權 對吧 這些是一個懲罰來的 是一個體制對我們的懲罰來的 那我在這裡講了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想點出一點就是 在今時今日我們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是沒有一個很明確自然而易分 一個所謂權勢者和無權勢者 因為如果在一個這麼廣闊的社群裏面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有個身份 有個職業也好 有個工作也好 我們在參與在一個體制裏面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不服從的話 這個體制就會流 但為什麼體制還可以運作 就是因為我們在某些時間都是服從的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某些地方 可能在一個工作的場合裏面 我們是一個老闆 我們可以是一個部門的主管也好 我們其實都是一個體制的一環 甚至我們在一個政治體制裏面 我們為什麼 如果我們覺得今時今日政府是很差 但是為什麼他不想像 因為我們在某些部分服從他的制度 假設他最近有判案 判處了一個示威人士九個月坐牢 我們沒有大型的反抗 尤其是我們這個是密密 我們真的是一個密許 我們在參與幫助權勢者的統治 所以說我們今時今日每一個人都是無權勢者 同時都是權勢者 即使是小的權勢者 如果你很簡單 譬如我們只要有一層樓收租的話 我們其實已經在分享權勢力 因為錢就是權勢 我們同時維繫這個炒派的一個市場的體制 那我講了一個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大槍點就是說 我們其實全部都在參與管治的構造 我們是 如果回到討論就是說 民族自決和民主自決都好 即我們好像 剛剛幾個廣子都講民族 如果你講民族 你當然要假定一個共同生活的群體 我們其實 這班人就一起決定他的命運 我們這個城市的命運 但其實我們 好像民主自決也是 我們就是一個地方人 你有投票權的 投票權就是限定了那個範圍的人 就是我們叫同路人 或者站在我們那邊的人 一起決定我們那邊的人的命運 但是說 這裏其實是假定了 這個內部的同一性 內部的一個一致性和同質性 很簡單 我們看看今天的事 剛剛計平一開始都講到 假設你投票的話 我們是沒有可能排除 即是沒有可能排除不同想得的人 換句話來講 李嘉誠是可以投票的 換句話來講 梁振英是可以投票的 那他們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我明顯不是的 他們可能也是在壓迫我們 那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無論你什麼 你前面的形容詞是民族也好 民主也好 什麼都可以都可以 你要自決的話 其實我們要明白 我們不是 排 我們不能夠用一個 把自己當成一個天然無辜的被壓迫者 我們同時就參與了體制 所以我們如果我們說 當我們自己理解成一個民族 我們只要抵抗中共的話 抵抗中共的殖民也好 中共的霸權也好 其實是沒有解隔我們社會內部的問題 因為你 你假設我們成功 踢走了中共 OK 我們獨立了也好 那麼 資本家其實是一樣 在市場邏輯之下 他們是不會 被你去耕責的 整個地球 整個世界的邏輯 就是在說這個 要資金流動 要不停地去發展 那你是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我想說的是 在我們思考香港的未來 我不是說那些不重要 我覺得你說民族自決 民主自決都沒有問題 但是說 我們是要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去建構屬於我們的自治社群 因為政權就是 它透過不同的步伐 它在不同的範疇裡面 建立了屬於他們 一種由利益去維繫的社群 假設譬如 學術界這樣 我們看到學術界 其實很多人 是為了政府去分析不同的 地產商其實都一樣 全部都是為了 政權去做事行事也好 商界也好 藝術界也好 如果我們要講自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要嘗試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去建立一部我們的社群 譬如學術界 即使你說民族自決也好 譬如我們是不是要在 我們的學術界裡面 我們發展屬於我們的 學術社群 去建立屬於香港的獨立論述呢 香港的自決論述呢 去對抗一部大一黨的論述呢 我們是不是要在 我們的文化界裡面去排 譬如 之前十年那部電影說要選 做獎項都引起很大變量 這個法國人在演藝界裡面 是很多人是繼續 因為利益關係的問題 是排斥感情同的 本地的創業發展 那我們是不是又要做 在我們這些不同的法律裡面 去建立屬於我們一個 就是 自治的一個社群呢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呢 你無論民主自決 民族自決也好 我們其實是要 從我們的心靈裡面 慢慢去建立屬於自己的社群 而在這樣的建立當中 我們不是用一種利益 不是用一種權力去維繫他們 不是一個控制他們 而是我們用一種 身體力行的方法 我們用一個身體實踐 去將不同的價值實踐出來 譬如你要講獨立 假設你要暴力革命也好 我們都要團練 我們都要練兵 那我們是不是要這樣 去建立一個不同的社群呢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而最後很想講的就是 這個立法會的新氣候呢 正正就是 如果剛剛我們在論壞中所說的 不是再玩那種精英的上層政治的話 就是 我們在 接下來的這麼多年 我們是要 在立法會的議會裡面 令到我們民間的聲音能夠表達得進去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將議會可以拿到的一些權力 包括 發言權 對著媒體的發言權 包括 財政的資源 包括 政治的信息 全部都是公開的 也都拿去參與在地方裡面 其實這個辯論呢 是幫助這個民間的社會發展 其實這個辯論呢 其實不是新鮮的 即使說 大家現在很推崇的朱鶴迪那種 什麼 令到在地區裡面自己組織 其實這不是新鮮的說法 八十年代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在八十年代我們開放了一個議會 當時在很多民間的組織 就有一個爭辯 要不要參選立法會 講的說法很多都是 即參選立法會 區議會 等等 那個說法就是 要進去拿的資源 去貢獻民間社群 但是我看見到三十年的過去 其實到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其實是重複過往的辯論 我們一直在做三十年 我們之前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一點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去 將以往的歷史全部排斥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而是反而在歷史上很多的資源 在思想上的資源 即使你說他們三十年來做得不好 我覺得這個可以斟酌 但起碼如果我們從一個思想的角度去想 其實他們提出了這些想法 而是沒有很實踐的 那麼我們這個年代 其實是不是重新 應該在歷史上 拿回一些資源去 思考我們今天的前路呢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而 甚至你說 你說世界革命也好 你說獨立也好 諸如此類 其實七八十年代 全部都有談過 那麼我覺得 我們今時今日最缺激的 不是一些口號 不是一些很大的 一些很漂亮的言辭 而是到底我們是否有能力去實踐 過我們一直都提出過 但是沒有重視過 或者做得不足夠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剛剛 就是關於幾位講者 一些討論 等等Q&A的時候 可以再問吧 好 多謝各位港姐 我下面把麥克風交給 吳鎧兒評論 因為鍾耀華剛剛提到 就是要回歸到一些歷史資源上面 可能都可以參照 可能三十年代 更早以前都有提這個議題 關於香港獨立 或者是不用戰決這個字 但有類近的意思 那麽不可以提 看看你的觀點 好 多謝大家請我來 首先我非常同意 剛才鍾耀華說的 就是這個 今天其實很多講的東西 這個是三十年前不講的 是講的東西 那我想一陣子到這個辯論 希望大家可能要將那個焦點 集中在講自決這裡 因為怎樣實踐這個自決 我想是最大的分別 首先我想說 就是今晚這個辯論 是遲離了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在一九九二年的時候 當時大家記得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在一九八五年簽了 一九九零年 就是基本法通過 當時一九九一年的時候 就有一幫人 叫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 叫做國際司法協會 司法人員協會 他們來香港很關心 就是把英國交回香港給中國的時候 那香港人的權利 特別是香港的人權 是不是得到充分的 鼓掌 所以他們就來這裡做一個研究 做一個調查 後來他們就在九二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就叫做1997倒數 其中這裡有一個環節 就是講自決權 就是講香港人有沒有自決權 香港人是否享有自決權 他在這裡講的時候 他的答案是說 香港人是有自決權的 在人權公養第一條之下 說每一個people 即人民 是有自決權 第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怎樣看法呢 當然中國的態度 是絕對反對的 因為他說香港不是一個人民 香港的人呢 是大部分是漢族的 和在大陸住的中國人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們不是一個people 不是一個人民 所以這個人民的自決權 和香港人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他們說 英國這個政府在這裡 霸佔了香港 我們只不過是容忍他在這裡 香港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中國 仍然是中國一部分 所以這個民族自決權 是跟香港是不適用的 但是這個ICJ 就不同意他們的看法 首先就是要看 如果你從這個人民自決權 那個人民是什麼呢 的確是會很複雜的 你要說 說香港的人 是不是屬於一個不同的民族呢 但是這個問題呢 在香港當時的情況 其實是很簡單可以解決 就是聯合國的看法 就是當你在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主體裡面 有一部分的人 說他是一個民族 要分離出去 這樣聯合國呢 對這些分離的權利 他們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當你是一個殖民地的時候 並不享有自己的管治權的時候 聯合國在這個人權公約之下 的看法是很清晰的 你是有自決權權 這個被統治的人 這個地方 是有自決權的 所以基於這樣的理由 他們認為 香港是由於它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它是有一個自決權的 剛才羅本聰就說 想做一些資料搜集 究竟是1992年的時候 有一個Decolonization Committee 即是一個脫席的委員會的時候 但是在那個時候 就是中國是要求 將香港在這個殖民地的清單上 是剔除了 說它不是一個殖民地 而它這樣 這個要求 是英國沒有反對的 所以從那一天起 香港就不再在這個殖民地的清單上 因此 ICJ的看法 就是由於你是一個被統治的殖民地 因此 你自然而然 是有自決權 變成這個看法 就不能夠很清晰地得到落實了 所以當年有參與這些事的人 每個都是對於英國 是非常之憤怒的 這個就是羅冠聰有的時候 要研究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但當時ICJ說 但是香港面臨的問題 其實就跟這些人權 即是民族自決權 其實法律上的討論 條文上的討論 是相對簡單 因為最主要就是我們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 那個實際的問題 就是你說香港是一個被統治的殖民地 但是由於新界 那個是一個租界 它是一個租約 沒有任何的國際法 說這個租約是不用還給大陸 因此就變成 就很簡單地是說 如果你香港九龍 就是港島九龍和新界是要命運 是綑綁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想 就是這個香港的民族自決的問題 但是他們認為即使是這樣 因為這個權利是在這裏的 所以香港的人人 香港的人民 是不是打算行駛這個權利 或者他們自己說 我們跟新界群綁在一起 所以我們不想行駛 這是香港人自己決定的事 因此當時ICJ 就是譴責英國 就說它在討論香港前途之前 它是應該得到香港的民意授權 那民意授權無非是兩種 一種就是 如果你有一個民選的議會的時候 就由議會去決定 但是由於香港是沒有一個民選的立法會 立法局 那所以他們認為 唯一的途徑就是什麼呢 就是公投 所以公投並非新鮮的事物 所以它是覺得 英國當時是在中英談判之前 就要用一個公投的方式 去得到香港的民意 但是英國是沒有這樣做的 而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如果它要評估這個民意 其實也應該是用一個公投的認識的 但是ICJ也是同意 到了那個地步 是要做這個公投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大的意義了 因為第一 那個聯合聲明已經寫在這裡 而且這個聯合聲明在那個安排下 都已經不算是一個很差的安排 但是最主要它們的顧慮是什麼呢 它的顧慮是 當時的香港 是沒有一個強大的聲音 就是香港的人民 是沒有一個清晰的聲音 是說它們要走民族自決 或者是人民自決的道路 雖然在ICJ這個報告裡面 都畫得很清楚給你聽 當時它們搜集的民意 對於中英聯合聲明 對於香港回歸中國 是非常之無奈的 不是一個民主回歸 我們燒炮了 不是會點 不是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意見 事實上 如果羅冠聰 現在既然是有資源 或者可以看回1984年11月 一個很大型的民意調查 就是講 關於香港人 對於那時中英聯合聲明 是草籤了 反映這些民意是怎樣的呢 那時的沙袍是五千人 五千人的沙袍是相當大的沙袍 當時我在《明報》那裏 我正在做一個CALFA編輯 所以我們是看到那個 我們是報導整個民意調查 那種無奈 那種覺得 如果我們不要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我們就沒有可能有任何一個協議 我們變成前途是怎樣 就是完全不知道 我們又不想 我們又很怕回歸大陸 但是我們又很怕 要英國這個殖民地政府 繼續統治香港 亦都不是一個實際可行的方式 因此 香港人 大部分的香港民意 就是在無可內涵之下 接受中英聯合聲明 當時亦都在立法局裏面 是有人投票是反對中英聯合聲明的 當時1984年9月的時候 就是草簽之後 尤德著使在香港的準督 他就以一個白評書的形式 就是白評書的形式 就是公佈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 在立法局那裏去討論 要求立法會表決究竟是否支持中英聯合聲明 當年是有人投反對票的 這個人就是誰呢 這個就是公佈了 就是他認為英國這樣扔下香港 是背信棄園 所以他是反對的 所以當時現在 為甚麼 我說這是遲了24年的辯論呢 因為當時這個總結點 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民族自決 或者人民自決 這個問題 歸根結斗 結底 在最後那一句 就是因為我們實在 不是因為法律有甚麼問題 不是為人權公約的理解 或者解釋是有甚麼問題 而是一些實際的問題 是香港港島和九龍要和新界一起 都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是香港人是沒有這樣的興趣去討論這件事 因為香港人覺得 命運不是把握在他們的手裏 所以我們今天 24年之後 就是香港的民意開始討論 究竟香港人 怎樣去行使我們人民自決的權利呢 可能到了這個地步 我們已經是坐失了個時機 過了那個時機 你要解釋起那個力量 是會非常之艱難的 但是如果你年輕人 新的一代 那當然那個能量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可以說 在本土這裏 我還問我講夠時間了嗎 張總 其實我可以講得到 我的一代 是第一代的本土 香港第一代的本土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1980年 香港的人口第一次 在香港出生的人口 是多過外來的人口 即是過了50% 所以第一次 香港大部分的人 是在香港出生的人 第二就是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就像各位那樣的年齡的時候 我們是在講香港前途的 我們在講1997之後 香港又沒有前途 不單止是這樣 到我們1982年的時候 即是這個 97倒數的十年之前 我們知道中英聯合宣明 我們其實每一年都在問 97之後香港怎麼辦 當時的答案 他們都是一班 經常去港督小道和港督松的人 去問 97之後我們怎樣 這個問題 現在還有很多時間 到適當時機的時候 就會解決 如果大家看歷史 就看到這句話 沒有講到一千次 都會有講到五百次 突然之間 1980年的時候 就開始籌備中英談判 當時我們這班人 忽然之間 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 是我們要保衛香港 就是這個我們熟悉的香港 我們是不想它消失 所以從82到84的這兩年 是香港的本土主義 是最清晰和最強大的兩年來的 因為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裏面 去綁倒 去向這個 當時中英談判保密的 那我們的渠道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不准有三腳椅子 那怎樣香港人 這些英國人怎樣交代 在完全沒有諮詢過香港人的情況之下 將香港交回給中國呢 他們的做法就是 如果不准有三腳椅子 就由香港的總督 作為英方談判的隊員之一 透過這個香港總督去諮詢問 所以當時我們也用了很大的力量 去不停地跟香港政府的當局去表達香港人究竟要求什麼 我們說的話是絕對不會口軟的 我們是非常之兇死的一班人 同時在那個年代 無論在中英談判的期間或者之後 或者基本法草擬的期間或者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去香港周到去的 不過那時候我們沒有去到泰國 所以那時候 也都沒有說是在 完全中國沒有反應 沒有表示意見的情況之下 就被別人顯發顯得 踢了出來 那我們去到每一個地方 無論是什麼天氣 都會有很多人很想聽香港的故事 很多人是對香港很關心 當時我們就算去英國的國會 都去了無數次 不是無數次啦 都是幾次 去見當時的英國的官員 是看了很多的面色 去美國去耶魯講學 去劍橋講學 這些全部都是當時香港人的努力 今天是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分別 第一 當年我們是精英 這些是精英政治 我們是精 好像我那樣的人 是精英之中的精英 因為你只需要看看香港大學 香港有多少間大學 還有香港有多少人口 可以入到大學 你就要明白為什麼你是這麼精英 而且我們是講英文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講英文的普羅大眾 還有只是講英文的統治者之間的一個叫來 我們是精英來的 我們的精英的聲音是被別的精英聽得到的 但是香港的人是沒有一個這樣的運動 所以最大的分別就是今天這個本土的運動 一定要是民眾的本土運動 不可以再是精英代理的本土運動 當年我們為什麼去參選立法會 其實我們是非常討厭這些議會 我們覺得這些議會是很低級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使命 就是我們要建立 我們以為是造成一個民主的香港 駐了一個民主的香港 你要是有一個民主的議會 作為一個中心 所以也都是出現了 這個只要在議會裡面解決了問題 就可以解決問題 議會是一些精英的有良心 又是真的很有良心 很有原則 很有理想的人 全部都是我 那就要在議會那裡 是很負責任地說一些去保衛香港主 香港的前途就在地手了 就是你去幫我們 是這樣的 今天我們一定要打破這個做法 我們是要用一套在社區 社區自主 是由人民一起決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當時我們是講一個要求的民主 譬如好像 我自己要看 怎樣令到立法會 立法局 可以盡快得到普選 因為如果你是真正一個普選出來的立法會 而是行政機關是向民選的立法會負責 你是有一些初型的民主的 所以不只是麻木地去說民主回歸 反正這裏的飯多好吃 其實是不好的 羅冠聰 你待會帶飯去 而是呢 那時候那個焦點是作於這裏 認為我們搞定了這裏 就天下太平 那由今而後 放棄這個想法 你是不能這樣想的 我們所需要的 不是一個組織的民主 我們需要的 是程序的民主 就是說呢 我們要有一個真正的民主程序 去做出香港人的權力 民主的程序 不是他們有40票 我們只有29票 這樣的投票的程序 而是大家坐在這裏 好像海定 好像阿聰 好像很多小禮 好像各位 開始做的一種 就是民主自決 所以我就希望呢 我們將那個注意力 是等下去自決 怎樣令到香港人 關心 和覺得 是有權去決定 和這個權 透過什麼程序 去表達出來 令到它發揮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重心 24年之後 我們重拾這個辯論 但是這次呢 我們是要更上層樓 如果不是呢 我們是做不到2047 這個重大民意題 我們一會兒去談這個 多謝